也是一起家庭悲剧在台中发生了一起逆轮血案 一名27岁的男子和母亲去探视98岁的年迈外公 男子疑似情绪不稳 突然就拿起水果刀往98岁外公的胸口猛刺 而且刀刀接近心脏 当场血流如注 母亲和亲友立刻报警 祖父紧急被送到家户病房 而外孙被强制救医 这户车急忙的赶往医院 在车上的是一名98岁的老翁 疑似被自己27岁的外孙拿水果刀刺杀 宋一时还不断喊痛 附近的邻居目睹了宋一的这一幕 聚集起来议论纷纷 这起逆轮血案 根据警方调查 疑似是27岁的男子 精神状况不稳定所致 到了现场之后就是 就看到他孙子就冲到门口说 人是我刺的这样子 然后他说我精神病发作 赶快把我抓走 把我抓到警察局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就看到 爷爷左胸这边大概有五六刀的 那个水果刀刺上的那个痕迹 根据警方表示 27岁的男子是和妈妈一起探望外公 不明原因拿水果刀朝外公的胸口猛刺 好在没有刺中心脏 警销接获报案后抵达现场 也急忙地将祖孙俩通通送医